我们继续向您请教 您知道现在很多人爱美 那么他们看到这儿就会请教您 老教授您慈悲 告诉告诉大家 怎么才能相貌美好 尤其是女观众 这复法里有吗 有答案吗 有 不但复法有 您这些生命看向的都懂得 相思以心转 你的心地清净 你的体质相貌的清净 你的心地善良 你的相貌体质就善良 所以你要想自己相貌好 要长生欢喜心 相貌就好 长生欢喜心 对 你要用欢喜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我 这些慈悲心 那相貌就好了 我们中国古人讲 一看到这个人 光彩照人 对 这个光彩好像不是画出来的 对 这个光彩是容光焕发 是你自己的心 陷在你的脸上 这个是真的 前面讲 江本博士实验就是如此 你的善心善意 流露在你的面貌 流露在你的体质 因为他们的结晶已经变得非常美好 没错 没错 现在很多人每个月几万 十几万去美容 不是好事情 它有副作用 你当时看到的时候 但下庄之后就见不得人 面目全非 如果长年下去之后 大概的时候 我想就是盛年 它就等于说衰老盛年 如果是四十岁 你就看上就是五六十岁 五十岁 你就看上成七八十岁 这是绝大绝大的错误 所以美容是用美心 先叫心美 然后容自然就美 这个不需要化妆 这符合科学实验 对 水实验的那个道理 对